诶 开会咯 一二三test 麦克风 诗音 大家好 欢迎收听卧槽尬聊委员会 尬聊委员会 尬聊政治大小事 十四议题 不漏接 我是主持人郭君 我是主持人君阳 尬聊委员会是卧槽Podcast新节目 请记得订阅卧槽的YouTube 还有Apple Podcasts Spotify SoundClouds Google Podcasts First Story and AKBox 也可以在IG搜寻卧槽苗政治 锁定节目的最新消息和幕后花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君阳 大家好 我是卧槽的总编萌萌 那我们欢迎今天我们是尬聊委员会的第一集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个非常不一样的来宾 因为今天我们第一集的主题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的君阳想到的 对 它叫做集合辣实力退府会 退府会 为什么是实力退府会 因为呢 最近纷纷扰扰 反正实在有经历过好多波的退党潮 那这个退党人数其实足以组成一个委员会 那它有一个退府会之称 就是说它也 我有稍微算过 其实它就是可以组一个足球队 应该没有问题啦 足球队 对 两队还一队 一队 一队 哈哈哈哈 好了好了 那这个我们大家欢迎今天我们退府会的第一集的退北来宾 那我们请到的是 前实在力量的台北市议员林荺梦 来我们跟大家打声招呼 哈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尹梦 好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前实在力量党员吴珍 yo大家好我是吴珍 好那这个退党因为我刚刚均洋其实刚刚在节目之前我们闲聊的时候就讲到 就退党其实 听说有些好处对不对 对 像是什么 最近大家讨论的退党就是可以找回快乐 也可以找回腹肌 那这句迷言其实是Freddy 之前在 你在问他最近退党的生活如何 那又看到他其实身材练得还不错 那我们现在也要问一下 两位退党之后 的 你们讲的 就是都在做什么 有幸福吗 有幸福吗 还是说有 就是身 有没有练 大家集合 大家一起在练腹肌 因为我其实有看到最近 黄姐好像有在练腹肌 然后练得蛮琴的 对 然后我记得尹梦 好像有被间接透露 就Freddy的贴文上面有讲说 尹梦也快要有腹肌 那吴珍应该本来就有在健身 应该就是有 本来就有 本来就有腹肌 那退党的条件是不是好严苛喔 对啊 那就是 那要不要大家看一下最近退党心情是什么 然后或者是说 嗯 有没有 找回腹肌跟快乐或幸福 先退党先讲 先退党是 哎呦 吴珍吴珍 对 我觉得 我觉得 有一个差别是说 其实对啦 心情是会比较好 因为 还在时代力量的时候 就是我常常会觉得有很多的情绪劳动啊 就是我常常要陷在 那个挣扎里面 就是说 啊 到底为什么 现在要做这件事情 然后 我到底要怎么为这件事情解释 我没有办法啊 就例如说 例如说 呃 例如说之前 去年的时候学友没有出来说 那时候我点忘了他喊的条件怎样 反正民营党如果不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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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力量 我们就要提黄国昌选总统 实在力量 我们就要提黄国昌选总统 我想在讲什么 等一下 我提醒吴珍 我们现在有录音哦 有录音哦 有录音哦 确定哦 有他这是公开的 哦 公开的 公开的 我们没有透露哦 对 那像这种事就觉得 不是啊 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你知我知 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就是 就算 黄国昌真的想选总统 他也不会在去年 选择跳出来选总统 去当一个炮灰自杀嘛 那 那到底为什么你要去做这样的政治发言 然后所有人 都在骂 然后 然后党里面的人自己也搞不清楚 对 那至少 退出以后就 很多时候就不用去面临这种 这个结到底要怎么解开啊 所以当时也讲就是你们虽然你们都算是某些层都是干部嘛 不管是民选的公 党籍民选公职或是党内的干部 所以你们这些消息都是 看了 看报纸才知道 看报纸才知道 你们都看报纸才知道党内的消息 对 哦 非常肯定 那这样决策的程序是什么 嗯 对啊 啊这句话要说之前 因为例如说 要先去问 要问什么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我就是如果大家想知道我们可以IG底下 我个人可以留言去找谁 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理论上啦 就是 因为我刚才在想这题到底要怎么讲的 不要 不要 太隐晦但是我又不想讲的太直接 因为 对也觉得 有点尴尬 不要伤害到朋友 但是要伤害到该伤害的人 但我觉得是这样啦 就是 因为理论上时代力量的 那个决策机制是有一个决策委员会 他好像董事会一样 理论上大家那边开会 一起讨论 做出决议 但我觉得 至少我还在当面的时候 感觉比较像是 有另外有一个单位 像是行政院一样 行政院就马上先上路 啪 先 先开放美猪了 然后再 再送那个行政命令来立法院备审 那决策委员会就已经变成有点事后 再被告知 这样的角色 不愧是这个 这个政治咖 偷渡了美猪的议题 而且这样讲应该还算PC啊 不是不算太 还是正确正确 还是有监 可是这样 那行政院是谁组成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一定要问了 没办法 你都提了 就行政院的院长是谁 对应该是有一个最高的统治的单位 或者是最高的决策机关 比决策委员会还要再 更上一层 再决策一点 那应该理论上来讲是党主席 吗 嗯 党主席 我觉得 当时其实应该说 我觉得行政院的角色 比较就是 时代力量里面一些 大家比较熟知的 所谓的主流 主流派 主流派吗 大家绕来绕去 快受不了了 对我 我有点怕 我快要hold不住了 放过放过他放过他 对啊 我们就要问一下这个 另外一个 最代表久的 之后才退党的 最近才退党 对啊 因为你说到了后来 你说因为 呃 吴珍算是19年下半年 年底 快年底左右的时候 嗯 退党嘛 是 对啊 那应该就多撑了半年多 对 那事情有些改变吗 嗯 整个党内的生态 就是其实 当时没有一起 就是跟着Freddy退 是因为就是 还是希望说在党内可以 呃 有一些制度性的改变 然后包含就是说 呃 我们也是期待说年轻的 这个议员选上 决策会以后会让 这个整个风气会有一点改变啦 但是 呃 在这待到从 Freddy退党到 我退党大概是一年的时间 嗯 哦 那 整整一年 都是八年 八八月都是八月 都是八月对 是不是都是鬼月感觉 实在是这样 你看 八字不大 不大 总会碰到 刚好在八月的时候 就突然有大事这样 对 但是就是说这一年的整个时间 其实 也是努力了很多 然后也 很尽力的想要沟通 哦 但是 很大的问题是 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嗯 在这个档后面 在这个档后面 对 就是我们的意见 其实常常提出来是已读不回嘛 已读不回 嗯 对那其实已读不回的背后 可能是有看不见的手在后面 那当然 大家后来听到一些公开的资讯 你就知道是谁了嘛 是哪一个公开资讯 录音档 录音档 哦 对 录音档 2019年到现在 哦 其实那个状态是 满 日常的 可是不是有说有很多年轻的议员进去吗 没有改变 因为那个时候不是选一波决策委员 像有些决策委员啊 就是有些年轻的议员 一些年轻的 实在地上参政的同仁 嗯 就会一起选嘛 嗯 一起选决策委员 反正在一起选 嗯 那不是很多年轻议员都这样进去了吗 那些难道没有 对 改变了党内的 嗯 本来我也是期望是说 议员之间可以不要再有一些 上一代的恩怨啊 那样子的东西 那样上一代恩怨之 就是Freddy啊 黄国昌啊 陈慧敏啊 徐永敏啊 这些都算上一代 对我们来说 刚刚无尊喘气了一下 所以其实 简单统整一下 就实在地上 目前的大概两大派系 先预设上一代两大派系 我们有哪些 有哪些名字要逼掉吗 应该还好吧 我个人讲应该 OK 就是我个人观察啦 就也综合刚刚的东西 应该是有分昌 国昌派 哦 跟常佐派 哦 那目前应该还有一个叫做 新竹邦 或者是秋派 那 目前我是用这三个东西 再去看实在地上 目前一些 路线之争啊之类的 嗯 不过现在 那为什么 对啊 为什么还会 其实应该没有所谓的 所谓的 常佐派啦 因为他就已经退党了 嗯 其实他去年退党之后 基本上就是 党内的话 基本上 只有就是所谓的 主流派跟 非主流派 哦 对 那 非主流派就是掌握 决策机制的 这些集团 嗯 那所以当然我是非主流派 因为第一个是我没有选决策委员 我没有在决策会里面 那我是地方的议员而已 这样子 那所以当然我 对我来说我 我当时的想法是说 那我就是 讲一下就是 呃反应 如实反映地方上面的声音啦 比方说像刚刚吴珍有讲到说 哦 时代电量突然要选 宣布 哦自行宣布说 哦不排除要选总统 嗯哦这样的内容 其实对地方议员来说 其实是会有地方上面的压力 很伤诶 哦选民会 对选民会直接质问你说 为什么要选总统 你们的考量是什么 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分析 其实我们都是没有办法回答的 嗯 对那当我们要问说 诶 那请问党中央就是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理性分析 过后的回答的时候 其实都没有办法 你刚才说 真的是以读不回 就字面上也就是 就是真的以读不回 我记得那时候的脉络就是说 大家会一直批评 当时的时代量 都是脸书发文的政党 那其实他背后有一个脉络 就是说 既有的沟通群组都不 没办法畅通的时候 失灵的时候 才会逼着大家走上说 大家脸书发文 不然为什么 大家一定要公开放话 因为私讯都不回 所以今天才知道 有这个状况 所以变成大家在脸书 这是长期以来的一个情况啦 所以其实这样下去 那确实让我们发现说 诶 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甚至就是说 我刚刚就讲说 就是党内还是会有一个 主流派还是会认为说 我们这些人是所谓的厂派 然后我们是想要造反 或者是想要干嘛 我刚刚前面发言 显然我就是主流派 对 这就是主流派的说法 主流派的观点跟论说 其实就我们的立场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并不是这样子 就是所谓主流派跟非主流派 一个个人 一个一个个人而已 所以那那个时候退党的 就是为什么那一刻 就是觉得还是要退呢 因为都跟那么久了 干嘛要这个时候退 何必呢 最近也没有选举 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 对呀 其实最后一根稻草是 大概我从今年的时候 开始发现就是说 所谓的年轻议员 其实仍然承袭了 这个上一代的恩怨情仇啦 那也就是说 比方说 年轻的 某些年轻的议员看到我 还是会认为 我是常派 所以我讲的东西是不可信 或是我讲的东西 后面有别的政治意图 对 等等的 但是其实对我来说 并不是这样子 那可是 这个有点变成成见了 那这长期下来 我甚至还发现就是说 啊有很多的放话 其实都是基于这个成见 来去在媒体上面匿名的来放话 那这个内容其实都是假的 都是编造出来的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其实我是蛮失望的啦 当时是这样 因为蛮难过的 就是说 就是说我跟议员之间的相处 其实都是还蛮和平的 那议员请我帮忙做些什么事情 我都是帮忙的 那 但是到了就是今年这甚至是比较后段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你大概知道是谁对你做出这样匿名的放话 然后那个人还是曾经你帮过他的人 那我就会觉得 受伤 有一种 那不如归去 对 其实我听到那时候退档 我说其实 第一个想到的事情是什么 想到什么 那个配色要重做 哦 真的 因为后来这个军阳也有发现 所以后来 因为你就不能再用黄黑 黄黑 有没有要刻意 避黄色 呵呵 就是在选择上面 所以你现在出去跑行程都有什么 什么色系 就是因为怕说用黄色会被 就是时代力量说我在就是 吃豆腐 所以 吃黄色豆腐 对 就是我 就是我怕有这样疑虑啦 所以基本上我就换了颜色这样子 嗯 这个是没想到的之处 那我就想到说 哇 你这样很多帮啊 什么名片啊 背心这些全部都要换 而且我看影梦最近在跑 跑行程的时候都穿白色 然后白色又很不好戏 呵呵 其实哎这样子好像变业配 就是某一家公司的 出产的那个外套还蛮好戏 哈哈哈哈 某一家 这个 直接进入业配的主题太好了 对不对 因为品牌讲出来没关系 我们试情况 试情况逼掉 就是 对 如果我们要逼业配 我们就不逼 我在UNIQLO买的啦 哦 原来是你 你如果感觉越难谈 你知道吗 哈哈 完了 下次欢迎一家 下次欢迎一家 对 对啊 那个俊阳你这样都有整理了嘛 对不对 你做整理有几 几波退党潮 对不对 你要不要我们 好哦 那我就简单说一下 就时代力量从成立的第五年 这几年来历经的退党潮 那第一波大概就从 冯光源那个时期 他应该算是退党的第一人 17年初的时候 那这是第一波 那第二波的话就是 常佐 慈庸 秀珍 林世玉跟林玉蓉 这是19年的暑假 那接下来就进到19年的冬天 就11月的时候 是林亮君跟吴珍 还有记得肖A 也是在这个时候 陆续退党 那接下来第四波就是最近 大家也最为关注的 就是从影梦 然后玉芬 文学到黄洁 那这个实力这是从成立五年以来 就有四波的跳船潮 所以这算起来真的就是明星队 就是那个退服会的明星队 好啦其实我们刚节目开始之前 有跟两位来宾就是 有刚刚讲说等一下要做一个作业 有个功课就是 你们来选择看 你们来选择看 这个这些退役的 这个前党员们 如果要选一个退服会主委的话 到底应该要选谁 谁才应该是退服会主委 你可以选自己啊没关系 你可以选 对 现在选吗 现在选啊 现在选 我自己有列一个ABCD 让你们比较好选 哦 A 就是徐用铭 他也退档了没错 对 我没有列 糟糕没有列他 不好意思 他的退档算是 对了 嗯 好 A 徐用铭 B 林昌祖 C 逢光远 朱 洪池庸 E 其他 E就是我刚刚加的 我觉得这个好像不够多元 这样 哈哈哈 好 来来来 那我要表态吗 我可以先表态吗 可以先表态 一秒就 先先分析一下 先分析一下 先分析说 嗯 当然你可以先表态了 OK啦 对啊 表态为什么要投谁 我要投冯光远 哦 因为他是先知 先知 这个很了解吧 因为他当时就是因为 国运昌龙党的这个词 以及一系列的事件 他批评党中央 就是 就是刚讲的嘛 就是 国昌龙党不要害怕 他意思就是说国昌一个 哈哈 好像佛地魔 对 就不能 对啊 为什么不能讲 奇怪 你一直讲一讲糊掉 快点 就是我其实有个怕怕的 哈哈哈 有啦 有这个诗句真言叫国运昌龙 那国运昌龙代表的谁 就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样 就是 对对对对对 对 有些人虽然他可能没有党次 不在 不在党内 但是一样可以影响党中央的运作 对 国运昌 所以是你选冯光运的理由 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们都觉得 他讲这个蛮奇怪的 哦 就他怎么会这样讲 那个时候 因为还没有 还没有 那时候应该在 我们那时候 对 都还在 在常办而已 对 对 所以听到就是 就是 就是 怎么讲出这个 觉得有点惊讶 然后那时候是觉得说 是不是私人恩怨 还是什么事情 对 所以并不是那么了解 整个权力结构 原来就当时还没有 还年轻 还不懂 还不懂 不懂 想说有这么严重吗 前辈都已经看到 对 当时确实觉得 有这么严重吗 需要 有到国运昌龙吗 对 因为 是知道说 冯哥 怎么讲 他15年 选 的选战 他那时期也有出来 选立委 选淡水那一区 只是后来他 算是退选了 那当然 那过程中 有一些不愉快了 然后 选 选完以后 他对新的 那个 时代力量的 决策委员会 又进入国会 以后的运作 也有一些不满 那 只是 17年退 他退那次 是觉得蛮意外的 因为主要是 那时候 整个状况还没有 恶化到 那么的极端啦 就是 我印象中 那时候 的确是已经有 就是这些实力大头们 已经有一些 蛮明显的意见不合了 但是 可能表面上 还是有在 和谐 对 坐下来 大家 试着对话 虽然可能心里都觉得 全圈叉叉叉 对 对 对 但是 可是他那时候就退了 所以那时候觉得说 好像 好像还没有 就没有这个引爆点 没有严重到 因为他那时候是很大动作 他还有开直播 然后出来控诉 所有国运昌隆 还有拉开那个 他是不是有一个 他喜好的 对 应该是有点像对联那样子 对啊 但是 对 其实就像尹梦讲的 其实 对 其实后 他当初点出来这些问题 在后来 其实都没有获得解决啦 应该是 反正都是持续的 那你的 所以你的租位票呢 对啊 你租位票投给谁 我好纠结哦 我刚刚又有想要逢哥 但是 我想要理由是想说 他好像 最接近退休年龄 哈哈哈哈 你说退补会 好戏哦 退补会本来就是要给退休人 对想说那个 那个形象很像 哦 他最了解这个 退补会该照顾的人的需求是什么 但后来又觉得说 好像 持拥也不错 因为就是 感觉只要大家围着持拥 那个气场就自然变得很好 就是 会有幸福的感觉 嗯 对 然后 会大家都剑拔弩张这样子 啊对对对对对 就在持拥面前也不会 也不会想要吵架这样子 就是他有一种 他的那个气场 可是怎么不会选 选那个永明呢 他毕竟也当过党主席啊 对 好像没有人 哦 哦 你这个挖洞 你讲啦 你这样配票班下来 你如果想投永明 你就直接讲 对不对 如果说 对先讲 先沟通 不然到之后配票班 配下来之后 就大家不要有个人情绪 好 你这个会不会太难了 这个录音 那个录音梗会不会太难 好啦 我就要看冯光远 应该真的就是 当年看出了一些 大家其他人没有看到 因为 我们之前有透过一些这个 内部消息 偿面的消息了解 说这个 其实这几年下决策委员会啊 常常真的是 决策委员 几个重要的决策委员 嗯 该开会的时候 后来都不去开会 嗯 但是 就是决策委员就开不成了嘛 委员会开不成 但不知怎么的 党还是做出了一个决议 对 对 就会议没有开成 然后没有做出决议 但是譬如说之后看新闻 或看主席犯 或看秘书长的发言 哎 怎么好像 有做出了什么决定 我刚刚不是没有讨论到吗 或是没有做出决定吗 还是就是 总之就是 跑出来一个结果了 对 这是 这几年下来 好像他们内部一直碰到的状况 嗯 我这样听下来会感觉说 其实大家 把这一 一整段的这个 来来回回 把它 划约成是路线之争 其实有点不太对 比较像是一个解决 党内沟通 机制的问题 而不是说去划分说 你是谁的人马 只是到后面 大家打来打去之后 外界也靠媒体的方式 去理解去解读 所以才有今天的这个问题 这样你们现在碰到那些 之前的这个同僚们 那碰到还会打招呼吗 会啊当然 会啊会啊 不过你现在也碰不到啊 台北市市议会 全部都退光光了啊 会碰到委员啊 委员 那个委员 立法委员啊 不过立法委员 现在几位应该 相对来好 主流还非主流 现在已经没有非主流了 哦 哈哈哈哈 我OK 非主流意思的意思吗 OK 我刚刚这位是 全世界立一样议员 台北市议员 我们这把他剪成 预告跟破口了 哦 现在已经没有非主流了 哦 OK 没有啦 他说现在就很和谐啦 没有在分什么 终于解决问题了 对解决问题 对 提出问题的人 对 都 会有问题的人都出去了 嗯 这是你的解读啦 哦 哈哈哈哈 对 俊阳你们后面有提到 就说其实 因为 大家有教我们 小时候有教我们什么 哎 我们 知道怎么投票嘛 知道我们要参与政治的方式 我们要关心政治啊 要去投票 可是其实好像都没有教说 如果 我们要当政治人物 应该要怎么处理 情绪吗 还是处理立场 对啊 啊 处理角色的转换 对啊 来来来 快点 就是想问一下两位 就怎么去区别就是 因为有时候 因为我们搭政治工作者 就是什么时候是工领域 什么是私领域 那那个两个的角色要怎么拿捏 跟切换 例如说你今天去早餐店 好 就这很很实际吧 你只要买早餐 哈哈哈 那你是以 例如说以梦 你是台北市员林以梦 去跟 去买早餐 还是你其实就是以梦 然后去买早餐 吴正也是 因为你毕竟也是公众人物 嗯 那你去买早餐的时候 你会 你自己人设是怎么转换 因为我们最近也看到很多政治人物 尤其年轻这一辈 其实他们在人设啊 跟角色的转换上是 弹性是很大很广 那你们自己是如何去转换这个角色 我觉得这是蛮实际的议题 那想问一下 你们看好像都是你一个 当政治人物就一定要24小时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样子 那你们自己要怎么去转换这个角色 吴正应该 我觉得我 我其实是 把两个角色慢慢拉近的过程 就是说 以前也会觉得说 好像我 因为我是公众人物嘛 那我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 我应该就是一个 有我一个我要经营的形象 然后可能比如说讲话很正经 然后不要讲一些不能讲的 例如说政治不正确的话 然后对也不要 对就是尽量不要犯错这样子吧 我觉得因为以前 就也当过时代力量发言人啊 或者是领藏主竞选的时候的一些总干事 要代表他发言 所以那时候我们核心思考都是 你不能讲错话或传递到错误讯息 所以一定是很震惊这样子 对但是 后来其实会觉得这样子 带给我蛮大压力的 就是因为你会觉得说 我出现在别人面前的时候 或如果他觉得他知道我是吴正 他知道我是谁的话 我就要赶快有一个武装 把自己武装起来 那然后可能我再自己回家 或者是跟朋友私下出来的时候才能放松 但是就后来就我在选举的时候 觉得这件事情给我带给很大心理上压力 就是因为我觉得很长时间 我都必须要把自己保持在那个状态 所以后来我觉得其实有点是 我后来开始觉得有点分不开的 如果你是政治人物 你是公众人物 其实你就是要接受 接受说你 你今天走出去你家旁边 7-11买个东西啊 你去旁边的餐厅小吃店吃个饭啊 那就是会有人把你认出来 但是你不可能把你的24小时 你都维持在说 我现在要经营一个很帅气的形象 我今天也要穿得很漂亮很得体 然后做要做很直 不可能就太累了 所以就是一方面要接受就是说 你今天出去的时候 你就是暴露在所有人面前了 但同时也要去放弃说 也不能说放弃啦 就是接受说 就是算了 反正我就这样 但是可能有些人觉得说 这吴珍怎么在路边抽烟啊 吴珍怎么穿邋遢啊 算了算了 就是没办法 面对 对没办法 你没办法20小时都把自己撑到 想要像一个很光鲜亮丽的那样形象 那会太累了 你已经放下 对对我觉得算了 我现在现在我就这个样子 那对 那现役 现役 现役 这个名义代表 我觉得 我觉得我自己是有设定的开关啦 就是说我穿上这个 有市议员名字的外套的时候 那我就是一个市议员 那我没有穿的时候 我就是一个路人 就是那个超人的那个眼镜 克拉克那个眼镜戴着就是克拉克 拿下就是超人 有点像这样 那就算我穿了便服被搭认出来 我也没关系 反正我现在就是路人 那如果你认出来我就 啊就跟你像朋友这样聊天这样就OK 对 尬聊一下 对啊对啊 就是对我来说 我只有穿上背心的时候 我才需要做各种就是 看起来好像是市议员应该要做的行为 嗯 然后就然后啊你好啊 我是台北市议员 就是要拉管枪 你需不需要选民服务这样 对就是对 可以打电话给我这样 哦 制服脱下来了 哎呦员不好意思那事情啊 我现在下班了 没有没有我没有这样 如果真的有认出来我也很开心 就是如果我没有穿那个议员被 呃外套 还被认出来我会很开心 然后我会跟他聊天 对 感觉是那种比较 就是我用朋友的方式跟人聊天 就哎你怎么哎你竟然认出我这样子 然后就很开心 那你怎么就是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这样之类的 就聊这些啦 其实我还想追问一件事 就是因为其实这个就是公 就是你们有一个开关嘛 但是有时候总要面对一些 就是怎么讲呢 就是情绪上啊或者是个人的情绪 那因为有时候其实在讨论公众议题的时候 尤其这个世代的年轻人 常常会面临到尤其在大选的时候 或者是在尤其选举或议题理念 完全不同的时候 大家是怎么去跟不同意见的人 去沟通 或者是你们会选择的策略是什么 是积极沟通 还是会封锁 或者干脆就演不进为景 对啊 那要怎么去处理这一块 你是说现实上遇到 还是网路上 现实的朋友 因为我觉得这一块是最难处理 就是先讲好处理的 比如说如果粉专 或者是个人的脸书被出征 要怎么处理 哦对 这个比较最近有处理过的经验 应该比较 比较 你可以知道怎么回答 就是大家怎么面对 因为毕竟 大家一定有被出征的经验 无论是 比如说钢铁寒粉出征啊 或是钢铁 你要什么 你要什么 日日 或是日粉 对对 钢铁仓粉 或是钢铁仓粉啊 或是钢铁实力粉啊 因为对于时代量 有些特别的情感的 一些支持者 对 去出征的时候 这要怎么处理 我觉得还好 因为出征的话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都是讲一样的东西 复制贴上的 对 所以其实这个反而 不会这么在乎 那其实会比较在乎的是 现实上的人 哦 对 就是跟你面对面的话 然后如果他真的很不满 那 或者说 他可能不谅解等等的 但是其实我觉得 很多人在网路上 可能很尖锐 可是其实到现实上 我真的觉得 都还好 都可以沟通 都是可以沟通的 那 那对我来说 我觉得沟通就是 我的方法啦 就是说 我先理解他的想法 用 就是 我 对我来说 我真的是很想了解说 那你的想法是什么 那我觉得我理解他的想法之后 其实他也感受到 我想要理解他的想法 这其实就会和缓下来 那和缓下来以后 他就也愿意了解说 我的想法是什么 这样 那我觉得这样沟通 就会变得有效 那网路上其实就 我认为都不是有效的沟通 所以其实网路上的 不需要太过于在乎 当然我觉得其实 被出征的时候 心理压力是真的蛮大的 有时候会睡不着觉啦 可以想象 因为压力大到我们刚刚连那个 连讲藏粉 这个都讲不出来 当然 我必须强调就是 不一定是 那个政治人物给我们的压力 是这件事情的影响力 跟他的支持者 会如何去处理意见不同的人 这件事情会给大家有影响 你看各种钢铁粉 刚刚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也许有钢铁韩粉 有钢铁长粉 也有钢铁菜粉 也有钢铁卧槽粉 对啊 就不管什么样的组织 都会有特别 那槽粉都去出征谁 我不知道 我问你下次有被出征 请告知我们 是国民党的那个吗 粉专吗 没有耶 他们是都自爆 你说什么考机会 什么那些自爆的 反正就是 好 祝福这些出征的人 对 居然说你没有要继续追问 这公私领域的事情 你要问哪一题 因为其实最近大家的 各种一点的关心就是 到底 因为公私领域怎么分嘛 那 大家在公领域 当然譬如说有民意代表的身份 但是私领域 自己会有自己的生活 那感情生活 年轻的政治人物 又很容易被拿出来放大 我不知道 因为像最近 最近粉红新闻特别多 粉红新闻 尤其是我发觉有一个特性 就是年轻一辈的政治人物 很常被写这种 粉红新闻 长辈的就没有关心 我自己观察是 到一定年纪之后 他的讨论的脉络 就是变成是 要不你就是 什么上摩帖啊 什么这种的 的脉络 就不会有这种 好像就只是谈个恋爱 然后就在他吵半天 哦 ok 对他们讨论程式 不知道自己 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定 就大概是40 50以上 之后 大家就是 大家对政治人物 想象就是一个模 模组 然后降下来之后 大家好像对于 年轻一辈的政治人物 就会用不一样的标准 去看待说他们的感情跟恋情 对啊 这样子 这个怎么起 我觉得这个 这个很难回答 这个就是 怎么办 那身为公众人物的感情生活 嗯 好 这个 所以问题是什么 对 对 因为 因为大家 这个 大家可能都有被拍过 哈哈哈 对啊 因为想说到底 因为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人会讨论就是说 那 哎 这是 就算你是公众人物啊 啊 你的 就算是私底下的生活 啊 大家也有知道的权利 这是一种说法 啊 另外一种就会说 哎 他只是一个名秘代表 他有下班时候 他有他的个人生活 那我们应该公归公私归私 不应该要把 这个感情 个人 这政治人物的感情生活也放到公众的版面 就是浪费大家的时间 我不知道 就你们两个当作 以这个 公众人物和政治人物的角色 会怎么样去想这件事情 因为我自己是受害人 是苦主 所以我当然是对这性格的有些意见 哦 就是 就是我觉得 怎么讲就是 这是一个 一定是一个文化现象 嗯 那其实 我也没办法说大家不要这样 因为就是会这样 但我自己是觉得啦 就是说你说 呃 公众人物的私领域 我们也要可以检视 我觉得 OK啦 是没有错 但是也要 例如 也要有 有真的 有公众利益 就对有公众利益的时候才检视嘛 例如说 居然食指交扣搞什么 例如说我收钱了 或是如果 我去上酒店或什么什么 那这个爆出来 对不对 这很正 这理所当然 应该嘛 这这是一个大家值得去检视 对啊 但例如说 好今天如果我交女朋友 好了 我交女朋友在巷口吃个面 啊 北派这到底 这这就是 居然吃面 这这就是 单纯一个八卦 通常不会写吃面 这么文言 都写西面之类的 对之类的啦 就是用这种 就是比较爽动 现在都下飙下的很爽动 但我自己就觉得 说这个就是 这就是公众人物面临的一个 我们现在都会 怎么讲 就把这种八卦文化 但其实我觉得 当然会觉得这个没什么必要 而且 我为什么会这样讲 是因为这其实会给当事人 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 因为 就是你就说 你又 你又没做什么亏心事 有什么好被爆一下 不会怎样 还增加你曝光 但是我觉得 你就想像 今天要是你 你做一件事情 例如说你今天 你今天 扣一下 或者是你今天 甚至你午餐吃咖喱饭 然后这些事情就突然被写到媒体上 然后就看几千个人 上万人看到说 哦 君阳今天午餐吃的是咖喱饭 然后他点的是一百二十块套餐 然后吃完竟然没插嘴 你也觉得 你也觉得三十块套就是 偷吃不插嘴 对 标题出来了 标题出来了 吃咖喱饭而已耶 不是点进去才会看到 点进去才知道原来只是吃咖喱饭 就这件事可能都没什么 但是曝光剑影本身就会给你带来 其实一定程度的心理压力 我下次就一定会慎重考虑 不要吃咖喱饭 对啊 对啊 好这个 有没有看到这个面色也很凝重 没有啊 我觉得 我觉得就像吴贞说的 其实就 只能接受他这样子 那 对我来说就是 有一个体悟就是可能 当 政治人物吧 就是可能会没有私生活这件事 这可能是 对 就是必须要认清这件 就可能没有私生活也没有生活 哈哈哈 对 就是你可能 这是 24小时都是在 好严重 尤其是民意代表 像最近好像是普渡嘛 几乎就是 就是从 对啊 如果是一个认真的议员 早上理论上 应该在准备一些问真的事情 或者一些时事的议题表 准备这些题材 然后接下来就是 各个活动开始的时候 就是要去跑 对啊 所以 然后你没有 你真的有休息时间的时候 还要被偷牌 所以就24小时几乎对 就可能睡觉时间 哦睡觉时间还会被记录 你睡在这个房子多久 然后等于没有亮 压力好大 对对对 结论一下 应该是说 要给公众人物 私领域的部分 要给一些空间 不要说过度的去 去挖啊 去去趴什么 没有 我自己想要说 要改变这个现况 比较困难 应该是要给 有心参政的年轻朋友说 如果你要 心理建设 心理建设 就是 这可能是未来 你要面对的生活 不要就是 那么容易被 那么容易就被 被这个打倒 那你必须有 知道有这样的 的的的前提 前提 你能接受再出来 参与政治 你能接受 没有品质的私人生活 对 好残酷哦 而且最近不是 昨天 就这阵子啊 就品学链爆出来 然后呢 重点是 公众人物怎么样 评论这件事情 我觉得 这也是一个 可以值得大家讨论 你说像哪 哪什么公众人物 就是我 具体点 就是 就是 我觉得那叫外 外 外插 我后面准备一个议题 就是 宅本桥 哦 什么 宅本桥 宅本桥 哦 你说当那个 时代力量不分区地围 那个宅本桥 嗯 哦 哈哈 这个没有得罪 有有 这样有得罪到谁吗 哎呦 不知道 我等一下还要走出去耶 哈哈 对啊 哦 所以他怎么说 你看到他怎么说 反正就是 意思就是在 有点 用那个 因为这文言 他后来删掉嘛 是大家有 有去嘲讽 就是意思就是说 他大概知道这件事情 哦原来 文学的退党如何如何 他有点在拴 这个文学的这件事情 他有点在拴说 真文学好像是因为 跟民进党政治人物谈恋爱 对 比如说跟那个 赖品瑜谈恋爱 所以 才找个理由退党 对 他拴这件事情 对 所以这其实每个党 其实是让时代力量的 这个部分区地围 因为我们刚刚讨论就是 一般民众 大家好奇就算 那如果公众人物 应该是不是也有一个标准 就是 你既然就是主张说 很多时间关注度 应该是要在工领域上面 那如果自己政治人物 带头关注私领域这个 情况跟这个标准 就显然跟大家的期待不一样 跟你自己预设的标准 两位前党员 所以摘本桥 为什么会变时代力量的部分 去立委啊 他跟时代力量完全没有怨远啊 应该是国昌去找的吧 这不是很明显吗 虽然那个台北市议员的阴谋 没有发言 但是他点头点的有用力 哦对 心脏一直跳一直跳 心脏很大的 哎对 我觉得这个刚刚 这个讲到他其实我觉得刚好可以提到一件事情 因为今天其实我们开始录的时候 吴珍有点迟到有点晚到 对不起 我们想说是不是因为他没有方向感找不到路 你方向感怎么样 对 后来发现是停车停很久 对 对 你还不知道我们要接什么 对啊 你还不知道我们要接什么 对啊 我问你 我问你 好 AIT的路怎么走 要怎么要去促销美国籍 为什么 到底有多远啊 为什么有些人好像就始终没办法找到 这个 退出 这个党籍 对啊 这个当初有没有出 因为你当时是有被问吗 还是你自己就处理要参选 对啊 参选就是要处理啊 所以我本来就有去处理了 所以吴珍应该算是真的成功 找到AIT路的人 而且很明快哦 对 要什么 我记得之前有拍过一个直播 就是专门在讲 对啊 就教学文嘛 这个大家都可以成功啊 就是 我也成功了 李问也成功了 但是 有些人 你要投李问 你这样是不是在针对 你是不是就是在针对这个 没有 但有些人可能就找不到AIT怎么走啊 例如李庆安 或者是我不知道 翟本乔先生找到了没 对啊 我觉得对 因为他始终好像 我记得 因为大家其实他留言之后 大家都会 就这去考试他 去挖苦他嘛 但好像都 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他可能都 就是 绕开 这个AIT的事情 我觉得其实 好啦 我帮他讲一个话好了 我觉得其实 怎么讲 这件事最大问题也不是在于他啦 因为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到底放弃没 我自己觉得他应该还没啦 因为这事情 他一出现网路上 就一堆人跑去订他 那如果他真的放弃了 早就拿出来讲了嘛 就是你们这些酸民吵屁吵 我已经放弃了 对不对 那他 没有拿出来 可能他就是没有办理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没有办理 我只能 很直观的想说 他 因为他可能心里不想嘛 可能例如说他或许在美国 可能 或许他有开公司 或者是 或者是 对 anyway 他可能有一些顾虑 我觉得也没关系 那为什么我说 这件事情 其实他不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他当初是被挖来 时代力量嘛 就像你讲 他根本对时代力量本来没什么渊源 所以当初一定是 有一个人 那 不是 你刚才已经讲了 对 我没有见证 真的见证这个事情啦 你有看到吗 你有证据吗 你有录音吗 但我想这个人 当然很有可能是黄国昌嘛 那国昌就说 这个本桥兄 你这么赞 快点我们来时代力量 我提名你当不分区立委 一起打拼 为理想 什么什么都很好 然后时代力量答应 不是 讲错了 栽本桥就答应 然后栽本桥拿了以后呢 当然就是 呃 也经过跟时代力量其他人 可能要瞧一下 部分区排名顺序 还是什么 但是呢 我想应该大部分人都忘记了 就是说原来时代力量有 党章有 有规定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 不是 当选以后 你再放弃就好 是 提名之前 提名的时候啦 就是被你被提名 你就要放弃 就是我们不提名 双双国籍候选人 后来就有人把这件事情 挖出来了嘛 然后 然后这时候 大家才 哇 怎么办 所以 那时代力 所以那时候 我记得 实力党中央 也是 就给一个很 模棱两可的说法嘛 啊 这个因为我们作业程序很赶啦 对对 作业 他说他之后会处理啦 就是想先 把这事情拖过去再说嘛 但其实 其实对 我想 我想啦 我自己猜测 对 就是去邀他上船的时候 你应该没有说 哎 你要先把国籍放弃 所以他后来可能就 当然他也不是很想嘛 所以我觉得 这整件事情 你当然 当然 是 翔帆桥他 因为他现在有时候 还是出来讲一些很离谱的干话 例如说昨天他评论评学练嘛 那当然人家就会先拿 他这个最大的道德质疑去问他 嗯 但我觉得其实凸显出来的问题 说很多实在力量内部程序 你就是 就是摆着好看用的嘛 那 事实上当 当你想要 呃 你想要对付你的政敌 例如说 什么 隐梦的家人啊 黄杰的家人要入党的时候 你说 哎我们有很多这个 拿一条拿一条拿一条 所以你不行不行不行 啊 那当你今天要 觉得我要塞一个人进来的时候 其他就啊 这个都可以转弯 对啊 我觉得 所以那个时候决定 不分区名单的时候 还在党内吗 嗯 我真的还在党内吗 那个时候 因为也是年 我去年11月退的 我有点忘了 我只想 应该那时候 我觉得 应该决定了吧 嗯 那那个时候到底是 那是谁做的决定 因为不是有 哦没有我想起来 我跟将军是在 要 大概 就在要 这 这很有趣哦 就因为 因为其实那时候 我们退党的时间 刚好是最后政党 可以送不分区名单出去 已经要到压线了 然后其实之前 已经我们陆续看新闻说 哦民党提一波 啊这个 整个国会有反对 新潮流反对 怎样怎样 就其他政党都已经炒翻了 然后国民党 那时候还有什么 什么叶玉兰啊 吴世怀的问题嘛 但是 但是 那个 然后 然后 我们那时候在实在力量 哎呦 奇怪 从来不知道到底 实在力量的部分 区名单到底长什么样 就完全保密到家 就是从来没有 就是在这 决策委员会 从来没有开过一次会 然后大家 大家瞧 大家争论 决策委员会 决策委员都 对 不知道 然后是在我们退党 我们那个 我们退党完下一周 在最后就那一周 当周一定要交出去了 好像决策委员会才开会的时候 才第一次拿到一个名单 然后说 哦 好 我们现在要提这些人 然后那一次会议 现在就要决定说 对 就是这份名单送出去 所以那 所以决策委员会 其实那时候已经变成一个 有点类似于橡皮图章的 背书委员会 对嘛 他就是送 被决策委员会 就是当天 送件 第一天才 当会议当天看到资料 会议当天就要决定 会议当天就要送出 那你们比那个 国民党的那个中常会 那时候过得更 更不民族 他们那时候还有 还可以 他怎么 还有踢掉排顺序 还有什么 还有调整一些 还有投票啊 对 所以你说你 你 那个时候退的时候 退完之后 他们才决定 就是我们刚好退的 那个时间点 那个时间点 不是因为就是因为有些 有些人退了 所以就可以决定 应该就我所知 好像 当然那会上 可能还是有一些 例如说所谓的 新竹派跟 跟苍派 他们对顺序 有在争论 例如说这个 王宛鱼排第几名 然后詹本桥排第几名 等等 但是 但是我觉得 好了 我们真的以 现在认真来讲 就是以一个政党 不分区候选人 要代表你的政党价值 你要推出的专业人士 就是在一个几小时 当天的会议之内 才进行 开始第一次看到名单 进行讨论 然后去 去决定 这真的是太仓促了 而且这件事情 就是很不民主 我觉得这个 这个我觉得好像也是没有 还没有见报过的独家消息 没错 今天好久 还是有 还是没有 因为太多早就洗掉了 对对对 或是大家已经觉得不荒谬了 这都细节了 因为更荒谬的事情 大家都已经觉得说 就是这样 对啊 这有什么好讲的 这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冰山一角 我们下一集再来聊冰山这件事 哈哈哈哈 我们怎么知道聊冰山 对 其实想要选举啦 我觉得其实 因为两位那时候都是 18年底 那是124那次选举有出来选嘛 那而且那时候都选台北市 我觉得那个时候 其实有一件事情 就大家 可能都会很有印象的 就是18年那个时候 实在量在台北市退五席嘛 嗯 那那个时候最后 在选前的几天里面有做一个就是 有点像是 这个宣告我的投票意向 亮票 亮票行为 对 那又看到有些人就说 那我决定要 我这票会投给柯文哲 那有人说 我这票会投给柯文哲 也没有就一位嘛 就我啦 就我啦 就是也有人就是说 我们也没有特别要 亮票不亮票 我不知道当时那些 就是有什么考量吗 对啊 这个讨论了好几个礼拜 嗯 对啊 就就好了 现在快快速把它 浓缩 我们五个人立场都不太一样 对 反正那时候就是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官方说 现在所有人听命 我们就怎样怎样 就没有这件事情 所以 然后那时候算了 我先抛出来说 我想亮票 然后 那但是 但是好啦 因为我们五个人嘛 然后我是不想亮票的 然后其他人 有人不想亮票啊 觉得说 哎你亮这样我也要亮 所以我们就吵了很久 但吵到最后 我还是很坚持 我就是想亮票 然后其他人也算了 算了 那就有人说 好你亮我也亮 但我票跟你不一样 我说 fine OK没关系 然后也有人 其实像 就是隐梦啊 隐梦说我还是不亮 反正大家最后就各做各的去了 那为什么 为什么就是会有这样的考量 一定要亮票 不亮票呢 我不知道 就比如说你这样 你后来决定要亮票 而且我觉得很特别就是 那个时候就是 决定投 咬文字嘛 那毕竟最后当然他的票数 相对的低很多 那那个时候会怎么样考量 会说 哎不行 我觉得还是要亮票 因为其实讲 据实在话 当时 选择 咬文字几乎就是 是一个勇气的选择 跟当选 说拜拜 对 尤其吴震又是选 松心 对啊 嗯 我 我不知道 我觉得可能也 其实也是 呃 其实怎么讲 也是有点被击到吧 因为 因为 因为那时候 我去 呃 好 这就是时代力量 那时候 应该说 一直 现在可能大家 已经不会去讨论的问题 因为觉得说 实在讲太多鸟事 但在之前 前几年 实在讲一直会被问到说 你们跟民党关系到底什么 你们跟柯文哲关系到底什么 因为时代力量 本身没有把这件事情 定位得非常清楚 然后那时候 我是很想去回应 这件事情 所谓的路线问题 那 对啊 那 你回应 我回应路线问题 你最终 不可避免人家问说 所以那你在政治上 你的选择什么 你最后行动什么 那我想要去 把这件事情讲清楚 我想要去表达说 我的路线就是这样子 那 认同我的人 希望你们投给我 那不认同也没关系 我已经把我资讯揭露 我那是想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如果说 再后黑一点讲 人家搞不好会认为说 有一些批评者会说 那你是不是又跟 呃 这个表态之后 又跟民党换到了什么 那这件事情 会不会也会造成这样的影响 就是说 例如说 你很勇敢地表示 支持 那背后他的目的 会不会有什么政治上的考量 那还是说 其实单纯就是被寄到 然后 呃 就决定这么做 然后也让大家一起 对这件事情的表态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是 大家都一直讨论 几乎每一每 呃 讲到这个议题 大家就会 因为毕竟不表态 跟表态 其中最差异最大就是 大家觉得你们立场不清晰 嗯 然后你到底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对 那我刚刚想问的就是说 会不会也有一些批评者会认为 你这些是有政治目的 就是说你支持摇文字 其实背后有一些 呃 交换啊 或有什么 但是以目前到现在来讲 好像 好像也没有什么 哈哈 换到什么东西 反正就是在那时候就选择政治 算是政治的 算是自杀吧 就是那时候 也不用这样讲 哈哈 不会啊 对不对 摇头文字 对我骄傲 对 又不一定 我觉得讲政治目的的话 我觉得要讲的话 呃 就是说 当然我们是政治人物嘛 做事情 你当然会去想 这件事情的政治效果 跟目的 可是对啊 我觉得对我来说 要去讲这个目的的话 我就是希望别人觉得我很坦诚 然后可能也当然 就是可能也希望别人觉得 我很有理想性这样子 就是 对 那其实也就真的是这样 当然可能这里面当然会 或许会有点个人的 所谓的自负 或者英雄主义的成分 觉得说 嗯 哇我逆风 我很帅这样 好 这是就是有点屁孩 有点中恶 但是但是 这是 真的就仅止于此 那 那你说 背后有什么交换 的话 其实 怎么讲 当然可能我做件事情 会有一些民进党的人 的 里面的人 对我有好感 好 但是 其实我觉得 走到现在 大家也可以看出来嘛 就是说 不管是像我 或是其他退党的人 我们 对于所谓的 呃 第三势力 或第二个本土政党 这件事情 还是 有一个 怎么讲 很高的期待 跟理想在 所以我们 也没有现在去 加入民进党 或去跟他们谈 或跟他们换到 换了什么东西 嗯 对我觉得其实 结果就是最好的证据嘛 嗯 好 那为什么你们会觉得 比较票比较好 因为其实我那时候 不是很想要讨论 这个市长这一题 因为我觉得选市议员 最重要的就是监督嘛 那当然我的内心 其实有心证啦 我不想要丁手中选上 嗯嗯嗯嗯嗯嗯 这是我最大的一个 第一优先 第一优先 就是我不要丁手中选上 嗯嗯 因为我不想要国民党 占据整个台北市政府 对那对我来说 是一个灾难 就是国民党非常的保守 那他会制定出 非常保守的政策 嗯嗯 然后丁手中又是一个 过去曾经 发言歧视女性 嗯嗯嗯嗯 然后又 又各种他的 呃 他 讲出一些大傻逼的政策啦 嗯嗯嗯嗯 他都觉得这些东西 都不是我认同的 嗯嗯嗯嗯 所以 呃 就我来说 我不希望丁手中选上 那其他的市长 当然我就是看 谁能赢他就好 那我 所以我不会再去 多做一些发言 去试图影响这样 我只要 我那时候攻击的对象 都只有丁手中 哈哈哈 对 因为我就是不要他选上 这样 那对 那对我来说 守定叮叮啦 剩下的这两个市长 就看他们自己能不能 谁能够赢 丁手中 但是他们自己的实力 他们自己的努力了 那 对我的部分来说 我 除了 攻击丁手中之外 其他我就是讲政策 嗯 把我觉得 应该要做的政策 讲出来 那 这个过程 其实就是因为 那时候真的 讨论了非常久啦 那其实 我也有讲出我的理由 我说为什么 不要亮票 这样我就觉得 大家都可以 互相理解之后 那最后大家说 好那不然就各自做 各 各自 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 其实当时 时代立养的党中央是有 一些 呃 就当时的时代立养党中央 其实他们有收到这一题 嗯 对 但是他们却是用不开会的方式 哦 来躲避掉这一题 因为我有听 听说这件事情 对 所以其实 那时候 其实我们是 曾经想说 如果我们 五个都没有办法有 共同的意见 那我们干脆请党中央 下达指令 团进团出 对 那就 你 你说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我们就是照这个 可是那时候决策会 完全没有办法做出任何决定 所以 导致 最后那我们就好吧 那我们只好各自决定 但是我 比较没办法谅解的是说 其实这个是 我们有 跟党中央希望说 党中央做出这样的决定 你做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的这样的一个诉求 可是 最后并没有达到这样子 但是 我们最后自己 各自决定之后 其实后来的 党的其他的 同仁是 非常不谅解我们的 对 他们并没有想到说 其实我们是非常希望 党中央做出一个 统一决定的 这样一个过程 我有听说那时候 选前的时候 又 又听说 内部消息人 那里有很多 听说 内部消息人 很多 好恐怖 好多这些消息哦 这又有人放话 没有啦就是 那个时候其实状况 虽然是180 但状况就已经差不多 就是 一样会是类似决策文会 但是 重要的会议 有重要的人 没去开会 嗯 对 就是当主席 这可以讲吗 哈哈哈 大家感觉今天就豁出去了 这个有讲吗 当时的党主席叫做 我记得好像新竹 不是新竹 新闻好像有有写吧 有写 就是党主席没有开会 所以当时的党主席就是 哈哈 还这么敢讲 好啦 当时的党主席 应该没有猜出 应该是黄国昌委员 没错啊 如果是按照维基百科 是这样写 对维基百科 哈哈哈 那我听到说法其实也蛮具体 他就说 就大家明明知道说 比如说等一下下午 假设两点半 要在那边开会 然后就会看到 那位 对这个前主席 嗯 他就可能就在旁边抽烟 然后就 诶 不知道开会 他也不是美国 他也不是有事 他就在那边抽烟 然后 就走了 就是没有 就是就看他那时候 诶不是要开会吗 等一下 等一下会来吧 他就在旁边而已 没有 等一下开会也没有看到他 哦 对 就是很奇怪 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是不去开会 你讲的是他选择不去 不是说他有 就在现场嘛 我没办法听他判断 对 他就在附近 就有点像我们要录音 明明就在那边 就走掉了 对 对有种感觉是我们已经约了他 他已经要知道来这件事情 然后就他就 没有来参加 所以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 党黑到底能 贵党真 贵 钱贵党真乱 那以至于重大议题 就真的没有办法讨论 没有办法做决定 嗯 对 所以这个 哎 感觉所以那个是 也是两年前的事情了 所以那个时候没有人 没有在那个时候报的东西 也迟早会报 哎 好 真的是 两会辛苦 好啦 我们回过来谈谈一些 比较轻松的话题好了 多轻松 我们刚刚太硬了 对 刚刚太硬了 军阳来讲一下轻松的话题 轻松要讲哪一题 我看一下 那是花木兰 花木兰啊 因为最近开始 花木兰在台湾上映嘛 那我们看到的资料 其实在台湾上映首日就是台北票房就非常的高 那我昨天看到的讯息就是说 其实花木兰 锦次天能 是 我记得是全台第二 那反正总归来讲 它就是一个票房很高的 的一个一部电影 那但是呢 这件事情因为 呃 不论是那个黄之锋啊 或者一些香港的名誉人士 其实都有发文呼吁说要抵制剧卡 那当然抵制内容 其实大家都可以去看 就是它主要就是因为 呃 当时 一部分是因为当时的女 就是花木兰的女主角刘亦菲 曾经公开的挺港警 那 他意思就是说我挺港警 那你现在可以打我了 意思就是说 在讲 呃 香港的一些民运人士是一些不理性啊 或者暴力的一些抗议的青年 那是 以他立场来讲是这样 但是我们知道其实这件事情 实质上 这些年轻人并不是如此 那所以才会演员 也引发出后续大家要发文 呃就是发动抵制的神量 那大家 目前有看黄木兰吗 或者是说呃 要怎么跟呃 一般的民众去解释这件事情 因为现在的状况大概就是 反正就是第二名 也就是说台湾目前抵制这件事情 叫做呃 反正想要叫他下架 叫下架为果 然后还标出还不错的层级 嗯 那怎么看这件事情的发展 跟嗯 未来还有什么可以继续努力的地方 我觉得 怎么讲 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 会去从政治的角度说 哦 刘亦菲挺港警 然后 或者是说花木兰她的 迪士尼最后感谢新疆的 这个统治当局 这件事情 是对人权很严重的侵犯等等 会去关注这件事情 本身就是非常小众 那 当然你去发出呼吁这样的讯息 然后我也支持 这也是 我也觉得说没错就是 在政治上应该去抵制这部电影 但是也必须说 对于我相信 对于很多一般人来讲 是接受不到这样的讯息 然后你去跟他讲说 因为他可能根本不知道新疆 现在有维吾尔族人在受害啊 他们被关到像集中营这样的地方 他们如果 所以他们 如果他根本都不知道这件事情的话 你去跟他讲说 哦 花木兰 迪士尼感谢新疆 然后他会说 蛤 蛤 对为什么要抵制 所以我觉得 如果真的要从效果上 你去讲 说 抵制花木兰这件事情 那你还不如 还不如去跟你朋友讲说 花木兰难看 好难看 我已经看过盗版了 好难看 然后他爱 这一招更有用 他AMDB不到5分耶 真烂片 人家可能不想看 对啊 但是我还是 但是当然去宣传这些真正讯息 但更多人知道 本身还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啦 完全认同吴珍讲的 所以两位都没看是不是 对啊 没有耶 谁去看 你有去看吗 我没去看 而且我对迪士尼很不满 哦 诶诶诶 糟糕迪士尼又不业配我们了 迪士尼粉 钢铁粉冲过来 不是 我这个真的好 你是迪士尼钢铁粉 你刚才拼拼你 你不觉得迪士尼这几年很不长进吗 他们一直把以前的经典 全部拍成真人版 什么东西都拍真人版 什么 好多灾难 对啊就是 你以前写出这么多好故事 玩具总动员 好感动 玩具总动员应该没有真人版吧 对不起 我害怕 对不起 对我是说以前这么多 这么棒 睡美人 白雪公主 什么什么 我们都看这些长大的 然后 甚至 我记得 到蛮晚 例如说亚特兰提斯那部 我那时候也有去电影院去看 哦 对 但是你现在都不去写新的故事 你就是一直把旧的故事 重拍成真人版 冰雪奇远 真人版 对了冰雪奇远出新的 蛮好看的啊 但我这件事情我真的超不爽 我觉得 它动画就有 你用动画来表现 它就有当初它的这个美好 那 你现在 把它拍成真人版 在我看来这没有 增加 让这个故事变得更好 也没有发挥出更高的艺术价值 只是让你可以再出一波周边 或再上映 赚一次钱 这就是纯粹 一个商业行为 对 但我对迪士尼期待很高 所以我觉得 你在干什么 气死我了 大概这种感觉吧 糟糕 我们看来这个节目 应该以后不会收到迪士尼的业配 哈哈哈 对不起 迪士尼应该 至此不会来找我们 我觉得可以替这个粉丝 稍微讲一下话 好 就是因为以前那个 就是他那个动画的那个技术 没有那么好啊 对 所以他现在重拍 你就会 其实粉丝还是会买单 就像是二龄古堡以前那个 以前那个像素这么高 对 他现在重制版 我还是会去买啊 对啊 这个感觉就是不一样啊 对啊 那玩起来就是很爽啊 对啊 就是这个 卖个怀旧情怀 对 蓝光版 就是重新被制作 然后用最新的技术 你就会觉得 哇塞很开心 所以其实变成真人版 也是会有一种 3D化那种感觉啊 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在内容啦 对 而且我记得 迪士尼有些 他以前动画的内容 跟真人版 是有点不一样 对 他加入了性别的元素 哦 你说冰雪奇缘 冰雪奇缘 冰雪奇缘他其实是 公主王子 最后要在一起 对可是他近期 迪士尼会去讲一些 就是讲公 啊 阿拉丁 阿拉丁 阿拉丁你就会知道 他那个公主是 非常有自主性的 所以他变成苏丹嘛 等一下 暴雷了 暴雷了 等一下 这那么久 等一下 这个政治人物 不要乱暴雷 对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以前的阿拉丁的动画 是完全没有这一幕的 所以你看了真人版以后 会非常感动 就会觉得说 现在小孩子如果看的是 这样的内容的话 以后的小孩子真的不得了 真的真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觉得有个很大的差别是 你看看以前是 公主王子迪士尼 长大的小朋友 跟譬如说 我自己的最大体验是 我小时候看的都是 譬如说那时候 比较像是龚琪俊 龚琪俊动画的主角 常常都是女生 对 女性 很有power 很强的女性 然后男生都是那种 被剧情推着走的人 这样子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 那个对于一个小朋友的 价值观的塑成 其实会差非常多 只好唯一支持阿西达卡 阿西达卡 阿西达卡 这边上下阿西达卡的 那个图片 所以我觉得 我是很推荐阿拉丁 真人版 对 所以我们还是受了脑椰配 对 迪士尼 看这边看这边 这样你不会被钢铁粉攻击 对 大家不要看花木兰 我们看阿拉丁 对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看花木兰 你去看花木兰 没有 阿拉丁比较好看 今天以梦推荐阿拉丁 对 唯一推荐阿拉丁 对 连木虚龙都没有了 等一下 为什么我们会讲到这里来 为什么莫名其妙讲到阿拉丁 好啦 我们这个还是要 节目的尾声还是要跟他 就我们会讲到一个 我就会提到就是 年轻的 从政人物 或是说 我们讲 也许有人讲三一八时代 有人讲太阳化时代的 年轻的从政人 也许不一定是政治人物 还有幕僚 还有整个 广义的政治参与者 到底 那个 我们可以从时代力量 也从创党 到现在这个处境 甚至柯文哲的现象 我们到底可以 领悟什么事情 因为其实 大概一两个礼拜前吧 我记得吴振友写过几篇文章 回应当时也是一个 学运的 这个的参与者 就是 我们这世代的人是不是 在提到说 我们的从政 好像我们的组织 我们之间彼此的联系 连结 好像其实 是 不敢讲说是 应该说没有成功 或是说你甚至讲说 就其实是失败的 那到底我们要怎么回过头 来看这件事情 就像 黄杰在那个时候 退党的时候 他其实有写了一段 一段话嘛 那提到就说 他觉得 他相信年轻世代的参政 会推动台湾进步的能量 并不会因为时代力量 这样这个 发生这么多问题 而消失 而反而因为有所 因为这些问题 而有所成长 你们是乐观的吗 你们认同这样的说法 还是你们会觉得说 太阳化世代好像 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嗯 我觉得我是乐观的 就当然时代力量 可能 现在他作为一个 太阳化之后 很多人觉得是继承 太阳化精神的政党 他现在看起来面临 一定程度的挫败了 那当然或许 现在时代力量 现在没有人不觉得 但我觉得时代力量 就算这个政党失败了 也不代表太阳化的能量 会消散 或运动会消失 只是可能 会需要经历一波的 如果这个时代力量 真的失败的话 那可能会需要经历 这些政党的 所谓的 简单讲就是解散 然后可能再一段时间沉淀 然后或许过一段时间 会再有政治上的重组 嗯 我觉得回到组成一开始 这个问题 就是说从 这件事情我们可以 呃 学到什么 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 一个教训就是我觉得 不要去低估 阻挡 或者说政治上 形成一个政党的难度 这件事情 OK 因为我觉得 呃 就是时代力量 我觉得失败的 或者说发生这些问题 一个很大的关键 其实我真的觉得是 人不够多 或者是 组织的串联 这件事情 没有去做好 因为 呃 我试着把它讲简单一点 为什么 像我们刚刚讲的 18年的时候 为什么会 例如说 到底时代力量整个政党 跟柯文哲 要不要支持他 这件事情无法决定 因为其实 那时候里面 大家很多 大家有不同的想法 那其实 你一个政党内部 一定会有路线之争 例如说 像过去可能 方国商觉得 我们对民党就是很强硬 那林长佐也觉得 就觉得我们 除了对抗之外 还有合作 不一定要 每次都把立场 踩到这么死 对不对 大家会有不同的判断 那问题是 好今天 就算大家意见不一样 如果我们现在投票好了 现在直接投一个是说 要跟民 要跟民党对抗 一个是说要合作 那投出来6比4 那4能不能接受 6投出来的答案 或者很多时候 当这个团体 内部有分歧 做出来的角色的时候 大家能不能都愿意去 配合这件事情 那时代力量的问题就是说 在长期发展过程中 一直发生 大家不愿意互相 就是妥协 退让或配合 所以最后变成 你干你的我 我干我的 然后我也不跟你讲我在干什么 其实然后最后 就大家看到情况一直恶化 最后是不是 甚至没有投票的这件事情 对 就最后大家索性不来开会了 因为觉得讲也是白讲嘛 我跟你讲的反正你也不同意 然后 或是 对就变成 我们觉得好像都白讲了 然后也 我也不想跟你讲我在干嘛了 就是最后变得很严重 然后 然后 那分裂到最几次 其实就清洗嘛 那就看我们这些非主流派到最后 陆续的退出 所以 那 我觉得说 为什么一开始会发生这问题 是因为说 你这个本身 的 团体 你没有 你的力量 或是大家彼此间串联 没有大到大家愿意去放 牺牲或放下一些自己的东西 所以因为我相信 就算现在 这个不是我 不是我认同的事情 但是我相信我们团体 只要大家一起往一个方向走 对所有人 其实 长远来看是有利的 你本 你本身 不相信这件事情的话 你在很多时候 你就会很坚持 说我要这个样子 那其实最后就 对 就导致很多的组织问题 就是这个党 不管说 他的这个招牌 或他有的资源 或是大家对他的信念 不足以让 他个人去放弃他自己的 也许是价值理念 但或是他自己的 你可以讲利益 他会选 他会选择我个人的优先 对啊 我觉得累积的还不够了 因为其实 讲的世俗一点 就是 就是说 呃 我现在到底 个人的本钱有没有大到 可以去跟这个组织对抗 那那其实时代力量 我觉得在 其实因为他成军很仓促 然后他集结的 其实也是能量 的确是 那时候继承的很庞大 社会运动能量 但是其实 组织能量方面 其实也是有限的 所以他一直组织的重要性 没有办法上升到的位置 因为我们去看民进党 从党外到 到他创党成立的历史 我觉得不要去忽略说 民进党是 二三十年来 所有投入党外运动 甚至一开始 包括是 亲统派的 这些政治精英 所有人汇聚在一起 然后最后终于成立一个政党 然后才形成了 稳固的能量到今天 那包括国民党 也是有他很庞大的历史基础 这么多人 甚至是当初在中国 很多人 然后来到了台湾 那 这我们 如果说第三四 要去对抗 蓝绿两大党 我觉得不能去忽视 他们到底有多少累积 有多少政治遗产 那不能够去觉得说 我现在凭一小撮人 我们很聪明 我们很厉害 我们很精英 然后照我们想的方式硬干 然后这样就可以成功 我觉得 这是 是这几年下来我的一个感受 就是忽视的那个组织本身 那个能量的意义 嗯 对啊 你平常可能就要去更重视这件事情 用去做累积 嗯 就像刚刚吴森讲的 其实像民进党来讲 他的 他的辅马 或他的形象其实就是本土 就是台湾 那国民党可能就是中华民国 华人 这 这一些异象 那第三势力的目前 到底他的集结跟他的目标是什么 这件事情 还在形成 或者是努力行程中 但没有这个结果 所以不能忽略掉这两个 已经累积这么长时间的一个 就算文化也好 或者是政治认同也好 其实他是 一直以来都是在我们讨论政治上 一个很大的前提 就是这两个浮满你 你认同哪一个 那进到这个架构 进到这个二元 之后再来讲 我们更细致的政策的讨论 目前的讨论风气 比较像这样 尤其近年来都会先 你先选A 选B 选完我们再来讨论 那可能会有觉得你的 政治立场跟我不同 那我可能最后就 就不想跟你讨论 都在这两个 没办法说更细的分类 对 也没办法走出第三条路 那尤其现在第三条路 听到就觉得说 第三势力 然后再想想看 黄国昌像柯文哲 那好像大家又觉得说 到底走不走得下去 或者是 可能感觉没有那么好 你为什么觉得咧 我觉得 其实刚刚吴珍讲到说 一个是有一个 合作的立场 或者说对抗的立场 其实我一直 就从我在时代那样以来 我都一直觉得 这应该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事情 就是不必然是对抗 不必然是完全两个极端 但无法共融共存 对 因为就我觉得 我看到的一个政治的现况 应该是 你当然会有对抗 当然也会有沟通 只是你要选择在什么时候对抗 在什么时候都沟通 这应该都是一个政治上的策略才对 不必然成为一个 你这个人就只能对抗 这个人只能合作 是 沟通 这很奇怪的 所以我觉得 在党内这种状况 是让我一直觉得说 为什么没有办法 变成一个彼此辅助呢 对就是鹰派 鸽派喔等等 我觉得这些都OK 在党内是 必然要同时存在的 你不可能都只能鸽派 不可能都是鸽派 这没有办法 达成我们所要的目标 让他往前推进的一个结果 所以 其实我会觉得 这确实是一个成为我们之后 要去想的一件事情 就是 沟通能力 就是说跟不同党派 不管是国民党 民进党或其他政党 的沟通能力 应该是 我觉得我们 应该要培养的 就是说 因为其实我们从318过来 其实我们一直在对抗 就是说 我们的那个性格 本质上是对抗性的 是 因为我们是从社运出来的 对 但是 进入政治界 那个沟通的这个 能力和技巧 以及我们到底要怎么协商 拿到我们要的东西 我觉得这是我们要 尤其是年轻时代 可能要 仔细想的 就是说 如何学到这个技能 但是又不会失去了 所谓 让大家变成说什么 交换这样 好像很黑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对 那这是我们要去 有智慧要去想的 再来就是我觉得 所谓的年轻时代 并不必然只在 时代力量 嗯哼 就是当时 像我觉得卧槽也是 318以来 邻居的另外一股力量啊 草本们站出来了 哈哈哈 对 就是 他应该是遍布在各个地方 不是只有时代力量 作为318的代言 而是包含卧槽也是 就是 包含可能还有一些年轻人 是在民进党里面 或是在激进党啊等等 嗯 这些 他们是扩散非常多的地方啊 面貌是非常多元的 所以我 我觉得 黄杰这句话是我非常认同 是因为 318的能量 并不会因为时代力量的 心衰 就消失 嗯哼 比方说卧槽现在还不是很好吗 对啊 还是带领了大家的摔摊 还是需要捐款 对 但是就是说 他 卧槽仍然在 就是 关注社会 然后对政治一直都是有所得 去 push 对 讲出一些 我们认为这个世代应该要讲的话 所以我认为之后 我们也是应该要朝这样的方式 就是说 我们不用把时代力量看成说 啊完蛋了啊 时代力量现在这样 那我们318就崩溃了 也不是这样子 对而是实际上 实际上那只是一部分 那只是一部分而已 他只是其中一个面貌 那有更多多元的面貌 我觉得大家可以 更加的来去串联起来 嗯哼 就说我们这个年轻时代 到底想要对 这个 呃台湾的未来 我们有什么想法 我们想要做到什么事 对 我觉得是可以串联的 嗯 好 这个今天真的非常感谢 两位这个前党员 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重振心得 还有就是 时代力量内部的 也不敢讲八卦 以公开的消息 对 而且是 引述新闻来源 对 而且是有助于未来 在政党 或者是党内沟通 有帮助的一些建议 我觉得 我觉得这样 听来有些东西很内部八卦 但我觉得自己 听来 我自己觉得真的是 大家值得听是说 你们如果未来 大家也想要从事组织 政治组织 然后想要对台湾的 未来的政界做些什么改变 这些都是教训 嗯 你可以不要再犯这些错误 你听的可能是八卦 但这个东西就是 你想到 好 我知道实在量这样做 那他们那时候 他们的结局是如何 那 我以后不要再重复这样的错误 所以我觉得那个其实 虽然是用八卦的心情在聊 但我觉得那东西 其实非常有 非常重要 大家不要再走 从样重蹈覆车的路 好 那这个 这个 节目的最后 我觉得还是不能免俗的 我还是希望 大家如果喜欢 我们这个新的Podcast 节目 告疗委员会的话 一定要请定期定额 支持沃潮 所以我们都会把这些 相关的链接放在 资讯栏 而且我们现在Podcast的节目啊 我们说YouTube 上面看得到之外 我们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ngdown Google Podcast First Story跟KKBOX 都也都看得到哦 也都听得到 对哦 谢谢大家 因为最近新增了很多 所以不是很好念 然后呢 我们的Podcast 最近也会推出 专属的IG 就是可以搜寻 沃潮 苗 政治 对就可以搜寻到 我们的IG 就可以看到我们 就是节目的更新 还有一些 我们节目的一些 花絮等等 对我们只要搜寻IG 搜寻沃潮苗政治 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节目 内幕 还有节目花絮 好大家请自己的要更新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那谢谢两位来宾 谢谢盈梦 谢谢 谢谢 还有GN5就不谢谢了 对 下次还会看到哦 对 我们希望下一集 就大家继续锁定我们Podcast 不管是沃潮苗政治 或是我们的告料委员会 都请继续收看哦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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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局要来告诉我 不是上面有写吗 不是上面有写吗 不是上面有写吗